《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相比過一兩天 今天天色好多 下午開圍廣望出去 長時間都有陽光 而下午各個氣溫 普遍上升至26至29度之間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 中國東南河岸雲量不太多 所以長時間有陽光 看遠一點 在菲律賓附近有一個雲團 它和一個低亞區相關 我們預計這個低亞區 會逐漸發展成熱帶氣旋 並且在週末和下星期初 大致移向海南倒一帶 回來看看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早晚部分時間多雲 而明天日間大致天程 氣溫介乎23至28度 翠和緩冬至東北風 初時風勢清淨 再之後的天氣 看看天氣預測圖 我們預計現在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週末期間稍為增強 在季後風和熱帶氣旋的共同影響之下 華南河岸地區的風勢會比較大和有雨 打算進行水上活動的朋友要留意 所以我們展望 隨後兩三天的風勢會比較大 而星期六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而下星期初就會有幾陣雨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 再見